没有选手去参加这个跳马的单向决赛 做的是一个剑子后手帆 质地后功帆整体360度 它的难度是一个5.0 小萨 跳马比赛 每个动作都有相应的分值 他跳完这个动作以后 当他这个动作难度被承认了 下一个分等就是他的完成分 完成分的满分是十分 根据他的完成质量 有失误的话就从十分开始往下扣 得知识三点四 得知识三点四 陈诗华 广东选手 跳马 这个动作和之前的李珊珊一样 都是一个箭子后首翻 直体后空翻 整体360度 5.0的难度 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在 今天早上跳马拉比赛中 有选手完成的难度呢是 难度最高的是邓少杰跳了一个6.3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的质量 规格要比之前上场的李珊珊好一些 那么跳马这个动作我们刚才说呢 他今天早上就是邓少杰做了6.3 在难度表当中最高的难度是6.5 得分是13.575 下面出场的是杨依林 不错这个动作因为他的难度要比他的前两个队友都明显的高出一截儿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迈出的那个右脚 距离边线的有多远 杨依林是北京奥运会的高低杠项目铜牌获得者 那么他这个难度达到了5.8 他是一个箭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体720度 这个要比他前面的队友多转了一圈 5.8的难度那么在北京奥运会上是一个就是在比女团的时候 基本上美国队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美国队的能做5.8的选手 就是能拿出5.8的跳来说 对美国队就是已经很高难的动作了 得了14.5 现在美国队 广东队要上一场的是黄秋爽 不错 广东队这次比完的两轮比赛 实力已经很强劲了 黄秋爽刚才跳的也是个5.8 虽然这次广东队是比的选手都是只跳一个动作 不准备去比单校 但是跳马这个项目上他们已经有两个人跳5.8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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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资格赛和女团这样的比赛呢 还有女子全能这样的比赛 到现场看 那是可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它四个项目同时比 因为电视转播毕竟是受到 这种转播方式的局限 所以我们只能在一个时间段 播一位选手的比赛 现在我们利用等分的阶段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高低杠比赛 这轮当中四川队比高低杠 这是刘娟 团圣的选项 得分是12.80 那么他是四川代表队 第二位比高低杠的 广东队的黄秋爽的成绩14.675 他的这个有一位裁判给他打了 完全分是9.2 这是对他一个很高的认可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 那么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的是浙江代表队 江一元马上要上场 江一元今年用的音乐和去年奥运会赛季的音乐是一样的 都是掀起你的盖头来 不过动作做了一些颠排的调整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打分和去年的规则不一样了